恒生指数了 其实到了8月份 暂时来说8月份用什么去主动市场呢 其实8月份应该看的话 我相信就不是说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 当然也会有些联储局官员会出来说说 欧洲银行方面来说会有些货币政策方面的转变 这些都是关心的 但在香港市场来说更加关注的话 就应该是企业业绩了 因为8月份的业绩方面来说 就开始公布上一季了 大家记住一样东西 上一季的业绩就正值一些封城行动进行当中 例如上海或者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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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其实那些正值是在做这些这样的 就是说是隔离的行动当中的 所以变成了那些业绩方面都不会漂亮的 暂时来说 发了营景的股份也有200多个这样 其实对比起没有发营景的 那它有几十个呢 发了营景的那些几十个呢 那其实明显又是一个杯水车身来的 会不会其实对港股方面来说 再说上加箱 再是说落井下石 这个有点值得要留意的地方 反而其实美股可能会好一点 美股方面来说就可能会借回CPI方面来说 去到9.1可能都差不多够高的 因为说到油价方面近期都跌下来 下回九十几元 很多时候100元附近就上上落落 变了美国那边来说可能反而变回来 他们会稍微回稳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其实说在未来八月份 之前大家很流行说什么东升西降 其实反过来就可能要反过来 可能东降西升 变了来说这个可能八月份的norm 我自己觉得如果投资者差点港股的话 都是一句其实就未跌完的 港股方面来说熊市是未完的 千万不要以为跌完一次 接着说是结束了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时候过去的熊市都是跌完一次 接着给大家休息一休息再跌过 如果大家回顾2008年这个雷曼风暴为例 其实2007年的时候我们在三万一千九百五十八点 其实曾经跌过去两万二千点 但回上去两万五百点 其实两万五千点那些位置 两万五两万六那些位置 当时大家以为没事的 其实油价方面来说都去到一百四十七个二号七 那些历史高位 但是反过来转过来 雷曼一爆的时候 接着港股下到一零六七六这样 再跌多这个六成这样 那类似的现象其实在一九九七年都发生过这样的 其实当时其实说的是 本身恒生指数由一万六千八百二十点 一直插到下去一万点边这样 那八千至一万之间上落 那接着就以为没什么事 在这个二零 就是这个一九九八年以为没什么事 但是到了年中的时候 那些美资有继续走来搞我们 其实就是压钱了 其实就是索罗斯方面 带同一大堆的退冲基金 其实就是走来搞香港 那时候恒生指数落到六千四百四十点 其实才看到底子这样 所以其实通常 雄市是会插一阵先 接着给我们休息一休息 然后再插 那现在其实我觉得是在休息的时间 那所以其实会上落市的 那说着上落市 那其实说着都是有机会的 那不就插一下波幅 那我经常做喜智角 或者经常做事提分讨 那经常是大家这样 那但是反映着这个红市方面来说 我不是淡友来的 其实我是好友来的 不过说着股市 没办法 那我要提醒大家 其实基本上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淡友 其实如果你真的看回我 过去几年那些的投资 其实通常都是 就是说着市方面来说 我通常都是比较乐观点 但是没办法 现在今时今日 面对着的而且确 说着我想是这几十年以来 最难的一个的难关 其实 那因为对比回雷曼 那可能是个边银行倒闭 那其实那时候本身炒窗了 其实没有仗打的 那现在又打仗又有金融危机 其实关于我甚至乎更加担心欧洲 所以今年的秋冬天很难捱的 其实说着未来方面 密切留意 如果其实强积金 公积金有欧洲基金 我记得都是先走了 因为欧洲我会相信 除了新兴市场最惨之外 欧洲其实应该是第二惨的 其实欧元方面来说未跌完 我也担心它会不会下回 九至头甚至八至尾的时间 那历史低位方面来说 就是0.83的 那会不会回到这些位置呢 密切留意着 现在德国方面来说 都是艾冰救命的